大家好 先展示一下怎么用ED100 ED100还有两个感应头的 它可以同时用两卷胶布 用一卷胶布也可以 一卷胶布的时候就安装在一个感应头的位置 如果说两卷的话 我先展示一下给大家看 脚趾要先贴在这个尺灵上面 贴好并排着 然后开机 脚趾带出来 这个是前进键 好了 先顺利带出来了 然后按下剪切键 呃 当这个亮灯亮的时候呢 是设置剪切还有前进后退设置的 然后再按一下呢 是手动功能 手动功能的话呢 首先我们要设定我们需要的长度 就是我现在调50毫米 好 先是50 然后按一下剪切键 它就会出一张 再按一下 它就会再出 如果是自动功能的话 就需要再按一下 当这边灯亮的时候呢 就是自动模式的了 然后的话呢 我们就先就是取掉一张 它就会把胶子取掉 它就会重新再出 好 好